新一乡琉璃光施桥圆区因为日前枯树 压到两条固定桥深的钢绳造成冲托 因此持续修缘等待修复 但是这两年来 新一乡琉璃光施缩编园区人士 让地方担心有废园的可能 其实一个景点 你要做一个景点 从一开始到现在讲真的都很不容易 所以我站在地方 我是志祥村的村长 又是志祥爱国休闲农卫区的 那个主任里面 其实我一直都不认同说要官员 因为第一个你要官员 你要考虑到 这边有六七位工作人员家庭的生活 再来就是这个景点打造起来 真的很不容易 所以这个阶段的话 我们就是说 要找我们地方一些期劳 还有一些代表政长 大家及时广益 志祥村长也表示 琉璃光之桥造价不菲 应要讨论如何转型 并与相关产业来进行结合 才能够在线风华 我们要想办法赶快来做转型 比如说因为我也有建议过 像现在你要拍婚纱照 很多人他要拍婚纱照 不知道要去哪里拍 其实我们这个地方 也可以做一个大力的促销 开放让他们来这边 等于是用爆场的方式 来这边拍婚纱照 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一个idea 当然还有其他的比较好的一些方式的话 我们就是说 尽量建议大家及时广益 做一个转型 其实我们不建议说 给大家关掉 先议员王秋淑也指出 琉璃光之桥是新意乡 相当重要的建设之一 一开始也新意 许多人潮前来游玩 希望相关单位能够结合 相关套状旅游套票 来吸引游客 琉璃光之桥是一个 赏风景的一个好地方 也希望我们的新意乡公所 能够来结合我们在地的小农 还是我们在地的一个农会 来规划一个很好的 一个套票的一个行程 让我们的游客能够来 走入到我们的社区 走入到我们的这个琉璃光之桥 来看这边看风景 来这边购买我们的在地的农特产 带动我们的新意乡这样子 虽然目前因为钢所送托 持续修员 但也希望相关单位 要审慎考虑如何转型 才能够再次吸引人潮 潜在新意 记者邱平易 新意采访报道